传道书 第一章 在耶路撒冷作王,大位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人一切的牢陆,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牢陆,有什么益存呢? 一代过去,一代右来,地却永远长存 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 风往南挂,又向北转,不注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航沿道 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 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以听,听不足 以有的事,后必再有,以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身事 在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者是身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以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 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作过以色列的王 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够天下所作的一切事,乃知上帝叫世人 所经练的是极重的劳苦 我见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暴风 关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 我心里意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 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 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愉昧,乃知者也是暴风 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仇凡,加憎知识的就加憎悠 传道书 第二章 我心里说,来罢,我已喜乐是你,你好享福,谁知者也是虚空 我只欺笑说者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 我心里察够如何用走使我欲看书唱 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 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是为美 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 修造完又,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 挂造水池,用以囂灌乱小的树木 我买了薄皮,也有生在家中的薄皮 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中人所有的 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 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笨 这样,我就日见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 我的智慧仍然存留 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及他的 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 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牢牢的快乐 这就是我从牢牢中所得的分 后来我察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 和我牢牢所成的功 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暴风 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 在王以后而来的人,还能作什么呢 也不过行祖先所行的就是了 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 如同光明胜过黑暗 智慧人的眼目光明 愚昧人在黑暗旅行 我却看明有一件事 这两等人都必预见 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预见的 我也必预见 我为何更有智慧呢 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 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 永远无人纪念 因为日后都被忘记 可叹智慧人死亡 与愚昧人无疑 我所以恨恶生命 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是 我都以为烦恼 都是虚空都是暴风 我恨恶一切的牢鹿 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牢鹿 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 那人是智慧 是愚昧 谁能知道 他竟要管理我牢鹿所得的 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 这也是虚空 故此 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 所牢鹿的一切工作 心变绝望 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 灵巧所牢鹿得来的 却要留给未曾牢鹿的人 为分 这也是虚空 也是大患 人在日光之下牢鹿累心 在他一切的牢鹿上得着什么呢 因为他日日忧虑 他的牢虎成为仇犯 连夜间心也不安 这也是虚空 人莫强于厄渴 且在牢鹿中享福 我看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手 轮到厄用 享福 谁能胜过我呢 上帝在月谁就给谁智慧知识 和喜乐 唯有罪人 上帝使他牢虎 叫他将所收罪的 所堆积的 归给上帝所在月的人 这也是虚空 也是暴风 传道书 第三章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生有时 死有时 灾众有时 拔出所灾众的 也有时 杀禄有时 医治有时 拆位有时 建造有时 哭有时 笑有时 哀动有时 跳舞有时 抛扎石头有时 堆聚石头有时 怀抱有时 不怀抱有时 尋找有时 失落有时 保守有时 舍弃有时 撕裂有时 逢保有时 静默有时 言语有时 喜爱有时 恨恶有时 争战有时 和好有时 这样看来 作事的人在他的牢陆上 有什么益存呢 我见上帝 叫世人 劳苦 使他们在其中受惊恋 上帝做万物 国安 其时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 安置在世人心里 然而上帝 从此至终的 作为 人不能参透 我知道世人 莫强于终身 喜乐行善 并且人人 也喝 在他一切 牢陆中 享福 这也是上帝的恩赐 我知道上帝 一切所作的 都必永存 无所增添 无所减少 上帝这样行 是要人在他面前 全敬畏的心 现今的事 早先就有了 将来的事 早已也有了 并且上帝 使以过的事 重生再来 我又见日光之下 在审判之处 有奸恶 在公义之处 也有奸恶 我心里说 上帝 必审判 二人和恶人 因为在那里 各样事务 一切工作 都有定时 我心里说 这乃为世人的缘故 是上帝 要试验他们 使他们觉得 自己 不过象受一样 因为世人 遭遇的 受也遭遇 所遭遇的 都是一样 这个怎样死 哪个也怎样死 气息都是一样 人不能强于受 都是去空 都归一处 都是出于 尘土 也都归于尘土 谁知道人的灵 是往上升 受的云 是下入地呢 故此 我见人 莫强如在他 经营的事上 喜乐 因为这是他的分 他身后的事 谁能使他 回来得见呢 全道书 第四章 我又转念 见日光之下 所行的一切 欺压 看那 受欺压的流泪 且无人安慰 欺压他们的 有势力 也无人安慰他们 因此 我赞叹 那早已死的 死人 升过 那还活着的 活人 并且 我以为 那未曾生的 就是未见过 日光之下 恶事的 比这两等人 更强 我又见人 为一切的 牢鹿 和各样 灵巧的工作 就被轮舍 窒到 这也是虚空 也是暴风 愚昧人 抱着手 压自己的 欲 满了一把 得享安静 强如满了两把 牢鹿 暴风 我又转念 见日光之下 有一件 虚空的事 有人孤单 无意 无子无兴 竟牢鹿 不息 眼目 也不以 前才为足 他说 我牢 牢鹿 君 黑苦自己 不享福乐 到底是为谁 罢 这也是虚空 是极重的牢狐 两个人總比 一个人好 因为二人牢鹿 同得 美好的果效 若是跌倒 这人可以 扶起他的 同伴 若是孤心 跌倒 没有别人 扶起他来 这人就有 何了 再者 二人同 睡 就都 暖和 一人 独睡 怎能 暖和 有人 公 Face 孤亲 一人 若有 二人变能的挡他,三股合成的城址不容易截断。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 胜过年老不肯立间的愚昧王。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作王,在他国中生来愿是贫穷的。 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松那第二位就是在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 他所自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起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暴风。 传道书 第五章 你到上帝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圣过如梅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作的是恶。 你在上帝面前不可慕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上帝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小。 事务多就令人作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 你向上帝许愿,常还不可辞言,因他不在愚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常还。 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 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上帝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作的呢? 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上帝。 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差异,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 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 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 货物增添压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喘哩,不过眼看而矣。 牢鹿的人不拘压多压笑,谁得香甜,附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即全之财,反害自己。 因遭遇祸患,这些之财就消灭,哪人若生了而子手里也一无所有。 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牢鹿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 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宗大祸患, 他为风牢鹿有什么益喘呢? 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压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吐气。 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上帝赐他一生的日子压喝, 享受日光之下牢鹿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分。 上帝赐人之财丰富,使他能以压用,能取自己的分, 在他牢鹿中喜乐,这乃是上帝的恩慈。 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上帝认他的心使他喜乐。 传道书 第六章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 就是人蒙上帝赐他之财丰富专荣,以至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 只是上帝使他不能压用,反有外人来压用, 这是虚空,也是祸患。 人若生一百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至他的年日甚多, 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 据我说那不到期而乐的胎比他都好。 因为虚虚而来,暗暗而去,明治被黑暗遮蔽。 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 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 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 却不享福众人在不都归一个地方去摩。 人的牢碌都为口福,心里却不知足。 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寸呢? 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寸呢? 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都好, 这也是虚空,也是暴风。 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明, 并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 家争虚浮的是岂多, 这与人有什么益存呢? 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而经过, 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 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 传道书 第七章 名誉强于美好的高游, 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 往遭丧的家去,强于往燕岳的家去, 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 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 忧愁强于喜笑, 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 智慧人的心在租丧之家, 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 听智慧人的责备, 强于听愚昧人的歌唱。 愚昧人的笑声, 好象窝下消惊激的爆声, 这也是虚空。 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 贵路能败坏人的遗心。 事情的忠告强于事情的起头, 全心忍耐的性过居心骄傲的。 你不要心里急躁脑脑, 因为脑脑存在于愚昧人的怀中。 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 是什么缘观呢? 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 智慧和产业并好, 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 因为智慧互被人, 好象人前互被人一样, 唯独智慧能保存智慧人的生命 这就是知识的益处。 你要察看上帝的作为, 因上帝使为曲的, 谁能变为直呢? 如亨通的日子, 你当喜乐, 遭患难的日子, 你当思想, 因为上帝使这两样并列为的事 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 有义人行义反智灭亡, 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 这都是我在虚道之日中所见过的。 不要行义过分, 也不要过于自请智慧, 何必自取败忙呢? 不要行恶过分, 也不要为人愚昧, 何必不到期而死呢? 你持守这个为美, 哪个也不要松手, 因为敬畏上帝的人 必从这两样出来。 智慧使有智慧的人, 比城中十个官场更有能力。 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 世上实在没有。 人所说的一切话, 你不要放在心上, 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就助你。 因为你心里知道, 自己也曾屡次就助别人。 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 我说要得智慧, 智慧却离我远。 万事之理, 离我甚远, 而且最深, 谁能测透呢? 我转念一心要知道, 要考察, 要尋求智慧, 和万事的理由, 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 愚昧为狂妄。 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 他的心是妄罗, 手是锁链, 凡蒙上帝在月的人 必能躲避他, 有罪的人却被他前住了。 传道者说看那一千男子中, 我找到一个正直人, 但众女子中, 没有找到一个, 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尋求其理, 我心仍要尋找却未曾找到。 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 就是上帝做人员是正直, 但他们寻出许多考计。 传道书 第八章 谁如智慧人呢? 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 人的智慧使他的念发光, 并使他念上的部器改变。 我劝你遵守皇的命令, 既指上帝在世, 你当如此。 不要急躁离开皇的面前, 不要故执行恶, 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 皇的话本有权力, 谁敢问他说你作什么呢? 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和患, 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 各样事务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 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 他不知道将来的事, 因为将来如何, 谁能告诉他呢? 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 将生命留住, 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 这场争战, 无人能免, 邪恶也不能够那好行邪恶的人。 这一切我都见过, 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 有时这人管核那人令人受害。 我见恶人埋葬, 归入坟墓, 又见行政直是的, 离开圣地, 在城中被人忘记, 这也是虚空。 因为断定罪名, 不立刻私刑, 所以世人满心作恶。 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在长久的年日, 然而我准知道敬畏上帝的, 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久必得福乐。 恶人却不得福乐, 也不得长久的年日, 这年日好仗影而因他不敬畏上帝。 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 就是以人所遭遇的, 反照恶人所行的, 又有恶人所遭遇的, 反照以人所行的, 我说这也是虚空。 我就清赞快乐, 原来人在日光之下, 莫强于厄渴快乐, 因为他在日光之下, 上帝似他一生的年日, 要从牢鹿中, 时常享受所得的。 我专心求智慧, 要看世上所作的事, 有就夜不睡觉不合眼的。 我就看明上帝一切的作为, 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作的事, 任凭他废多少力尋查都查不出来, 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 也是查不出来。 传道书 第九章 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 详细考究, 就知道二人和智慧人, 并他们的作为, 都在上帝手中, 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 人不能知道。 凡林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 二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 好人结证人和不结证人, 献制的与不献制的, 也是一样, 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 在世的如何怕在世的也如何。 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 有一件祸患, 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 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 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 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 与一切活人相连的, 那人还有指望, 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 活着的人知道必死, 死了的人毫无所知, 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 他们的爱他们的恨, 他们的疾度, 早都消灭了, 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 他们永不再有分了。 你只管去欢欢喜喜饿你的饭, 心中快乐喝你的酒, 因为上帝已经阅纳你的作为。 你的衣服当时常结白, 你头上也不要缺少高油。 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 就是上帝似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 当同你所爱的妻, 快活到日, 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 牢牢的事上所得的分。 凡你手所当作的事, 要尽力去作, 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 没有工作, 没有谋算, 没有知识, 也没有智慧。 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 快跑的未必能赢, 力战的未必得胜, 智慧的未必得粮食, 明智的未必得知才, 灵巧的未必得喜悦, 所临到众人的事在乎当时的机会。 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 如被恶网圈住, 尿被网罗捉住, 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 世人陷在其中, 也是如此。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 据我看乃是广大。 就是有一小城, 其中的人数稀小, 有大君王来攻击, 收足盈女将成围困。 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 他用智慧救了那城, 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 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 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 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 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 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 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 但一个罪人, 能败坏许多善事。 传道书 第十章 死瘡盈始作乡的高游发出臭气, 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 智慧人的心居右, 愚昧人的心居左。 并且愚昧人行路, 显出无知, 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 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 不要离开你的本位, 因为柔和能免大过。 我见日光之下, 有一件祸患, 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 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 附足人坐在低位。 我见过伯人骑马, 王子像伯人在地上步行。 挖陷坑的自己必吊在其中, 拆墙门的必为蛇所咬。 作开石头的必受损伤, 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 铁器顿了若不将人磨快, 就必多废弃力, 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 未行法术已先, 蛇若咬人, 后行法术也是无益。 智慧人的口, 说出恩言, 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 他口中的言语, 起头是愚昧, 他话的末尾, 是奸恶的狂妄。 愚昧人多有言语, 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 他身后的是谁能告诉他呢? 凡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 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 邦国啊, 你的黄若是孩童, 你的群臣祖臣燕恶, 你就有祸了。 邦国啊, 你的黄若是贵就之子, 你的群臣安时压喝, 唯要保力不畏走醉, 你就有福了。 因人懒惰, 防顶塔下, 因人手懒防屋滴楼。 折摆言直, 视为喜笑, 酒能使人快活, 潜能叫万事应心。 你不可奏作君王, 也不可心怀此念, 在你恶仿也不可奏作父乎, 因为空中的鸟必传阳者声音, 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者事。 传道书 第十一章 当将你的粮食杀在水面, 因为日久必能得着。 你要分级七人, 或分级八人, 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 到地上。 云阳满了雨就必倾到在地上, 树若向南岛或向北岛, 树岛在何处就存在何处。 看风的必不杀种, 望云的必不收割。 风从河到来骨头在怀孕, 虎人的胎中如何长成, 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 行万事之上帝的作为, 你更不得知道。 祖神要杀你的种, 晚上也不要窃你的手,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法旺, 或是早杀的, 或是晚杀的, 或是两样都好。 光本是皆美的, 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 人活多年, 就当快乐多年, 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 因为这日子必多, 所要来的都是虚空。 少年人那, 你在幼年时当快乐, 在幼年的日子, 使你的心宽畅, 行你心所愿行的, 看你眼所爱看的, 却要知道, 为这一切的事, 上帝必审问你。 所以你当从心中随掉受烦, 从肉体黑去邪恶, 因为一生的开端, 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 传道书 第十二章 你趁着年幼, 衰败的日子上未来到, 就是你所说, 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 未曾临近之先, 当纪念做你的主。 不要等到日头光明, 月亮, 星宿变为黑暗, 雨后云彩返回。 看守房屋的发箭, 有力的屈身, 推磨的稀小就只会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 街门关闭, 推磨的响声微小, 着鸟一叫, 人就在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 人怕高处, 路上有惊慌, 行树开花炸猛成为重担, 人所怨的也都废掉, 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喪的在皆上往来。 银链截断, 金罐破裂, 使在全旁损坏, 水轮在井口破烂。 尘土仍归于地, 灵仍归于次灵的上帝。 传道者说,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再者, 传道者因有智慧, 仍将知识教训众人, 又默想, 又考察, 又陈说许多针言。 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 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 智慧人的言语, 好象刺棍, 每宗之诗的言语, 又象钉吻的钉子, 都是一个目者所赐的。 我而还有一层, 你当受献戒, 着书多, 没有穷尽, 读书多, 身体疲倦。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 总意就是敬畏上帝, 紧守他的戒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因为人所作的事, 连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是恶, 上帝都必审问。